房税话题最近天母又有豪宅要卖 那一查才发现 卖家是艺人贾静雯 以1.17亿元卖了天母的中古豪宅 只有三年多赚460万 但其实不只是豪宅 我们放眼去看整个台湾房市真的都很热 最新数据出炉 这个民俗月前购物潮大爆发 六都七月的这个房市移转动数 又创11年的同期新高 大地设建筑外观 精心打造细节的景观住宅 就位在闹区的巷弄内 社区屋主由艺人光环加持 引起不小欢注 位在天母这间中古豪宅的顶楼户 4月的时候以1.17亿元来交易 换算下来每平月110万元左右 而据传原屋主就是艺人贾静雯 而他持有三年的时间 账面增值约460万 屋龄25年属于天母早期使馆特区豪宅 住户相对稳定 根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天母亿元豪宅 一共有无比交易 平均成交单价为121.8万元 豪宅买气持续 而城武更因为新庆安加持很火烫 摊开数据来看 这一年来北北桃开岸户数比起前一年增长两成 主要集中在新北市与桃源市 再以新北来看 1200万以下的热门购物路段也曝光 前五名中淡水包办四名 另外中和景平路也上榜 平均单价55.1万元 那自从去年八月新庆安政策上路之后 中股市场是涌继了一波买气 那不仅城武市场热络 那在预售市场的买气也很热 紧接着民俗月将近 七月房市买气也大喷发 总计六度买卖移转动数 26555栋 年增33.6% 创2014年以来同期最大量 看来房市有机会一路热到年底 东森财经新闻六次产秋早倩 台北报道